西兰花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,因为它的形状跟菜花非常的相似,所以把西兰花这种蔬菜也叫为利太花,是十字棵蔬菜中非常好的食物, 并且在我国的南方以及北方都有种植,营养价值非常高,其实是在快餐店里,西兰花也常常被人当作配菜来食用,对于正在成长的婴幼儿,西兰花也是个很好的食材,西兰花既然在生活中这么常见,它到底有哪些养生功效呢? 首先,西兰花中含有多种维生素,如维生素A,维生素B组,维生素C,维生素K,液酸等等等,其中对于婴幼儿来说,只要每天能够食用100克的西兰花,就完全可以满足一天对维生素C的需求量了。 同时,西兰花中的水分非常的多,即使是已经煮熟后的西兰花中的水分,也能够占到90%左右。 对于不爱喝水的成年人,以及喝水比较少的宝宝,西兰花的作用是不是又强大了一些呢? 但要注意的是,不要食用本身,吃绿颜色的西兰花已经完全变为黄色的西兰花了。 这样的西兰花不仅营养物质流失了很多,还有可能会繁殖很多的维生物,增加我们食物中毒的可能。 所以,大家在为宝宝挑选西兰花的时候,一定要购买颜色越绿的西兰花越好。 其次,西兰花含有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。 即使是跟它非常相似的菜花相比,西兰花中的蛋白质含量也要高出菜花的三倍作用,并且其他的营养物质含量也并不会低于菜花,都可以说是十字花颗粒的蔬菜,营养成分比较全面的食物。 最后,在相关的研究上还发现,每天适量的食用些西兰花,对预防截止肠癌、心脏病、五项癌等多种疾病都有积极的作用。 西兰花有这么的好处,但很多人在烹饪手法上选择错了,如长时间的爆炒,会让西兰花中的营养物质流失,如用水焯之后拌着吃。 这样的做法也会让西兰花其中的水溶性维生素给流失掉,最后吃到嘴里的就不是营养全面的西兰花了。 西兰花最好的吃法是,直接蒸着吃蒸着吃西兰花,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西兰花的营养物质,还会让其中的类胡萝卜素的吸收利用率变强。 对于想要保护眼睛以及经常用眼过度的人,这种吃法实在适合不过了。 并且,还有一个好消息是,在实验上发现,西兰花用蒸着的做法,会让其中的留在葡萄糖肝增加,让西兰花整体预防疾病的效果会更强。 因此,还在用别的方式吃西兰花的人,不妨试试蒸的做法,味道也不会差哦。 各位朋友,你平时会食用西兰花吗?都会用什么样的烹饪手法呢?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,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